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是工作室学员在不同阶段完成的制作 做挂卡很符合我们工作室的调调 可以完全的定制化 从设计到制作再到涂装 再到最后的包装成型 过程中能学习和发挥的空间都很大 能玩也能学 相比单纯的拿现成的模型来涂装 今天介绍的这种方式 对于个人手工爱好者或者学生来说 意义就来的更大一些 这张图是今天要讲的框架 内容不少 但是很精简 每一个步骤能顺着连起来看是最好的 独立操作其中一个板块也没问题 整个过程我争取在几分钟时间讲清楚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跳转 开始第一部分之前呢 通常要从一个想法开始 就是做什么的问题 想法通常是比较个人的部分 它很虚幻 但是却是创作的核心 想要了解创作的部分 可以看看我在绘画课中 关于创作篇章的讲解 没有想法的时候也没关系 可以先从借鉴开始 比如说你看的电影视频 动画中的桥段和对话 造型和场景 日常中的锁剑也是常用的素材 可借鉴的范围很大很广 那如果你是初次接触呢 也可以更直接一点 使用网络上的图像就好 然后把图像转3D模型 再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版权问题 仅做练习和自己娱乐是可以的 商用的话就要谨慎一点 好的 希望下面内容大家看完后 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 咱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过程 首先是想法变成草稿 传统的方式呢 是把这个概念用笔画下来 那我用的方法呢 是描述加GPT生图 那也可以使用Stable Diffusion 具体使用哪个工具呢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GPT更傻瓜一些 提示词完备准确就可以得到好的图像 而Stable Diffusion呢 更适合精细化的定制的内容 因为我在工作室呢 要把这些内容交给小朋友 所以用GPT更方便 高阶部分呢会用的SD 这就是最终图的样子 这只老虎和鱼的组合比较满意 这只像也不错 那不管是GPT 或者是本地部署的SD 它的出图的速度都很快 很直观可以实现想法 建议呢视觉艺术工作者都可以用一下 对实现创作或者教学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如果你会使用软件又足够熟练 那么草稿这一部分呢 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传统的建模软件就不说了 没个一年半载是别想学明白的 想快速是没可能的 那这里呢主要介绍 两类生图的3D模型软件 属于有手就能做的软件 Triple SR是本地部署的 而像Triple 3D和Art EFX这类云端计算的类型 生图速度相比呢 本地部署的Triple SR是更快一些的 对于基础硬件要求不高 几秒钟就可以出图了 不用等 但是不太适合用于文字和线性的平面图像 可调节参数比较少 云端的软件的速度也不慢 不会超过一分钟 优势是不用本地安装随时能用 关键是生成文字类和平面化的图像 确实更好一些 这是Triple 3D本地生成的 可以说是细节满满 形体也浑厚很多 而云端绳成的形体呢 相比就比较扁 虽然它的Mesh网格更细一些 但同时呢 也丢失了很多的细节 而且例如像这些位置会略有错误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看 两只老虎与尾巴的差异 不管哪个软件 贴图都是自带的 适合用在游戏场景 让这里呢 就暂时不多介绍 这个是学员作品集中 需要的一个立体字 电剧精魂中 Saw的这个图像 因为变形后呢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logo的图像了 使用Triple SR就不行 算法决定的 总有一些连在一起的部分 而Triple 3D的云端计算呢 就非常好了 模型完全够用 生成后可以直接打印 作品完成后呢 还能顺手来一个限定挂卡 那建模这一部分呢 因为我们利用的是图绳模型 所以是分分钟可以搞定的 有的初步的模型后 你可以直接打印 这些都是没有任何修改 直接打印的 效果也不错 但是平面生成的3D图像呢 难免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而且视频一开始 咱们不是也一直提倡原创性吗 如果完全用的是网图除模型 就太局限了 所以咱们才在此基础上 做了进一步的加工创造 这里可以用到的是3D的雕刻软件 比如iPad上的Nomad 或者利用VR设备连接 Sharpleib这类软件 这两个软件都能做 体块塑造和细节刻画 应对不同的模型也是各有优势 iPad上可以把一些模型切分组合 或者利用贴图笔刷做些记录效果 那我的VR设备呢 是Quest 2和3 这东西在工作室 基本属于绘画和建模的校具了 上面也是各种颜料和脏灰 这种设备呢 我为了教学需求 一般会在最新出的时候就购入了 我所当的大原种 所以对于购买建议来说呢 我建议大家搞二手就可以了 在VR上看模型会更直观一些 那模型就在眼前 有点像你拿在手上的勒高积木 你可以随意地搭建修正 这种设备的辅助 在视觉艺术的教学上非常有用 空间和体积概念会很容易传授 基本形体认知呢 特别的直观 另外VR对于绘画 也有增强辅助的功能 这个以后再为大家介绍 那这些呢都是工作室学员做的 年龄普遍的小学和初中 对于这个年龄来说 要注意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 特别是VR 不是一代太久 雕刻创造这个部分 是整个模型原创制作的核心 如果足够熟练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给模型做好支撑就可以打印了 那么这种小件是可以一体成型的 能用光固化来做是最好的 精度会高一些 打印速度也比较快 这部分呢 对于软件材料如果足够熟悉 也是分分钟可以搞定的事情 当然打印过程需要等待 那么我们等待的这个时间呢 就可以完善一下模型的场景 或者呢给它做一个简易的地台 毕竟不是所有的模型手办都有地台的 但是有一个地台呢 可以很好的加强主体的支撑性 而且整个作品的叙事 也更加充分和完整了 能马上让模型从普通版 变成限定版的感觉 地台根据主体的大小来做 大家看到这里地台呢 可以适用于所有的10厘米左右的模型 基本材料呢 我们在之前的模型材料视频中 有详细介绍了 制作地台对于学员来说 也是很享受的过程 因为它的方式非常多样 材料又丰富 熟练之后呢 很快就可以做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个时候打印还在继续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包装设计完善一下 这个部分在教学中 我是建议老师带大家手绘的 可以更进一步体现定制化和艺术性 而且手绘过程呢 也是对刚才制作过程的回溯 这部分时间充足的话 你可以继续拓展 比如根据这个创作主题 画一张相应的作品等等 这样作品就比较完整了 包装设计也是非常多样化的 挂卡或者盲盒的形式都可以 建议让学员在包装设计中 把自己对于模型整体的设计思路放进去 然后包装设计不能全靠手 PS还是要用起来 把文件属性尺寸定好 再进行排版 最终定稿 这个部分呢 大概在半个小时可以完成 打印好之后 你需要进行拆件和清洗 再进行固化 利用机器做也可以分分钟搞定 纯白膜的风格是可以直接用的 但你最好涂装一下 因为是在工作室做东西 而且是小学员在做 所以我只会提供水性的丙烯材料 如果用喷涂 需要在特殊的喷涂教室 而且要带好护具才可以操作 最方便的可以使用各种丙烯笔 做搭配组合 也能涂出比较有趣的作品 如果你是成人自己制作的话 材料范围可以选得更大一些 油性器也能用起来 但是一定要注意通风啊 把做好的模型进行塑风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可以把人物卡爱做一下 然后依次固定在背板上 或者包装起来 最后再进行一下整理 这部分在制作上 比起之前的模型部分要简单太多了 比如中小学生的手工范畴 就不展开细讲 那模型制作到这一步 也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以上八个步骤 要从无到有一一制作出来 一节课有点赶 能安排两节课的时间 就相对会从容很多了 整个流程下来 其实没有什么难点 只是每个环节都需要一些 试错和经验的累积 前期的准备要充足 熟练了就都不是事儿 因为要一个视频展示所有的内容 所以很多细节没有办法全部说到 有小伙伴对细节制作的部分 有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大家都能做出 属于自己的原创模型 这里是初一 感谢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